如今的各种手机拍照软件备受喜爱 网友里里巴巴巴 今天向我们邻居离新浪微博反映称 有一款名为敢拍敢秀的手机应用软件 正在学生当中流行 但是这个软件呢 却让家长很头疼 通过这款敢拍敢秀软件发送的照片呢 会在对方接收照片后十秒钟的时间呢 以内就自动消失 而且无法保存 可以说这样的照片就变成了一次性的照片 那么你会跟谁来发这样的一次性照片 又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 比如说今天新任是一个男生啊之类的 然后如果你交换照片 但是又不想让他保存的话就可以啊 我应该也不会用这种软件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搞怪的照片不怕别人存 验照的话你再怎么弄都不安全啊 它可以截屏啊 这款大名叫敢拍敢秀 小名叫卡卡的软件 受到很多大学生的青睐 只有少数人只保留意见 不过家长们都对这个软件深无痛绝 虽然软件本意是方便家人朋友之间 互相发送这些很糗很窘 又很私密的照片 不用担心对方保存 但这个方便却存在着一些隐患 我听小孩他们说的就是这个软件 好像就是发送这个速度非常快 我就拿过来一看好像有很多 有一些不堪入目 有黄色的信息在里面 我非常生气 我当时就准备打 这个软件它本身就是 对这个税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性 希望它不要传播 这个开发者也最好把这个软件给商量 尽管人家不能保证 但是你会让接受者看到 对吧 这就达到了这个传播的目的了 这营会的色情的一些不该传的图片 如果是公开大量的 向不特定的人传发的话 当然涉嫌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犯罪 软件我觉得软件当然都是可以使用的 都是可以使用 就是这样使用者要注意 要遵守信息软件这一块的管理规范 感谢观看